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梅花经令各有所属 上面分别刻了接令者的名字 不信 你可以过来看看 这一定是夜开刻上去的 谁有那个闲工夫啊 如果没猜错的话 好掌门的令牌上也有三个字 好智常 不用看了 上面确实有我的名字 当年我接到梅花令主的牌子 一起参与了杀害杨大侠的行动 狗贼 傅宏雪 你冷静一下 说不定这场上 有梅花经令的不止这一个人 原来你们这帮人 想把大家召集起来 杀了傅宏雪来个斩草除根的 可是你们谁都没想到 居然把傅宏雪的杀父仇人给找到了 这样也好 傅大哥 趁着都在 干脆一次把他们解决掉 还真是老天有眼 做法自毙啊 当年还有谁接过这梅花经令的 爽爽快看自己站出来吧 你这经令上面 为什么刻的不是你的名字 好之常 难不成是谁给你调了包了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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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绝十字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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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知道 我要真没花精力啊 因为你跟郝志祥犯了同样一个错误 做贼心虚 灭绝十字刀 怎么回事啊 原来清城外奖的 当年也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想到 龙东珠 原来当年 你也杀害了我杨大哥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没错 这疤 就是当年杨大侠所留 说 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父亲